感受到了強烈搖晃 正央是在台東關山 深度是7.3公里 最大震度達到6強 是重新分級駐渡之後 第一次遇到了這麼大地震 在華臨富里震度達到了5強 高雄男子則是5弱 那麼地震側報中心研判說 這起地震是中央山脈斷層系統 所引發的 余震恐怕會持續一個月 而在地震發生的當時 台東居民可以說是飽受驚嚇 第一時間抓著抱枕互助的頭部 衝出了家門 在大賣場的監視器也拍下了 所有的物品被震道掉落在地面 還有吊沙場的池水劇烈搖晃 法大客們笑大 全部都從座位上彈起來往外衝 還有民眾當時正準備要下機車 突然間的天搖地動 讓他差一點跌坐在地 直呼真的是好可怕 好大喔 好可怕 我被殺到 真的 民眾驚魂未定逃出屋外 緊抓抱枕戶頭 還能隱約聽到國家級警報聲響 屋內椅子家具震道東倒西歪 監視器還原強震一瞬間 開始了 開始了 突然間天搖地動晃到 連逃生之路都走不穩 所有物品距離搖晃換支監視器 開始了 開始了 甚至能看到物品瞬間從貨架掉落 追賣場員工也全被這強震 嚇到頭也不回地往外衝 之後返回賣場發現東西東倒西歪 忙著收拾還能聽到他們 雨大戰斗驚魂未定 不僅五金生活賣場一片混亂 洗衣精清潔劑倒滿地 工作人員一一忙著收拾 另一家生活賣場也很慘 整排的鐵櫃往右倒下 還撞擊其他貨架 所有的物品掉落一地 就連層板也位移 食品區的飲品醬料也衰落地面 店內凌亂不堪 正式還原地震驚恐瞬間的 還有吊蝦場 原本悠哉的民眾突然感覺不對勁 肩著池子越來越晃 水甚至溅了出來所有人 立刻從椅子上彈了起來逃命要盡 吊蝦場瞬間變成人造泳池 水波一波接著一波 場地也被溅出來的水用的石搭搭 這蝦子蝦子也不掉了 吊客先拿起手機拍下這驚險瞬間 另外在一處桌球場 民眾本來在激烈廝殺 強盛來襲 大家立刻拔腿往外撐 換個角度外頭叫車前後搖晃 民眾四處逃竄迅速把小嬰兒爆出來 人生第一次啊 媒體會過這麼大 第一次才沒有碰到跌倒 我以為是後座在搖 我以為是為我停血還是怎麼樣 我不做事啊 怕有遇症是不是 對 好像睡覺也要在這裡 人生沒遇過這麼大的地震 有民眾嚇得要整晚都戴安全帽 恐怖喔 恐怖喔 從來沒有遇到大的地震 第一時間要跑 人站起來站不住啊 站不住喔 晚上都不敢進去房子睡覺了喔 地震一直來啊 誰敢進去 洞也向居民更把椅子搬了出來 直接在屋外坐著 不敢上樓睡覺 這一夜不少人都驚魂未定 台東縣消防局統計 受傷人數為22人 一人傷勢較重 左大腿骨折安排開刀 其餘21人已經出院返家 記得台東綜合報導